大家好 很高兴与大家一起学习一门新的技术 MocoJS 那我们在学习本课程之前 我先给大家演示一个事例 这个事例 我们经常逛淘宝或者是京东的时候 我们会看到 我们以京东为例 我们经常会看到像 类似像这种数据的一些展示 包括我们在京东上边 我们会看到很多的模块 它里边有不同的数据展示在上边 包括实现一些用户所自定义的 一些交互的这样一些数据 比如说我们这儿的换一批 包括我们前端做这些大的分类 以及分类里边详细的这一些小的分类 那么今天我们就以京东这一个为例 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要做的东西 我们这儿呢 有一个京东的左侧分类导航的这样一个 我们是一个简化的这样一个版本 我们实现的 那我们看到的呢 它和京东的真正的就是京东商城里边呢 它基本上是大致是一致的 这个地方我们不要求说 一定说要和京东目前的做到一模一样 而我只是以这样一个事例来跟大家一起分析和讲解 我们要学的这一门课程 那我们说的是MocoJS 可能很多朋友都说 你说了这么多MocoJS 你这个和MocoJS有什么关系呢 那我这儿先抛出一个问题 比如我们在实际的开发过程当中 那我们可能左侧的话呢 可能有很多的像这种分类 包括我们这儿有这样六个分类 可能我们下边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大的分类 那我们在每一个小的分类当中呢 我们还有一个大的分类当中 我们还有很多的一些小的分类 小的分类 你看外套上装 包括里边还有这么多的一些东西 包括我们的实力商家 就有这些 我们每一个的分别都可以点进去呢 到不同的这样一个链接里边 就就是我们展示的这样一个实力 我这个地方要说的一点呢 就我们这些数据的话 肯定它一定是来源于服务器的 对不对 那我们来源于服务器 那我们可以说 我们在前端 那可能就是要通过某一种方式 将我们后端的数据 来展示到我们前端的页面上 那么我们后端的数据 如何来呢 我们可能有很多种方式 比如说我只说其中几种 比如第一种方式 我们可能就像我们京东 它是一个动态页面 我也不一定说它是动态页面 至少说呢 这个页面里边它的数据 它是通过某一种方式 给提取到这个页面里边来的 我们不分析目前京东的做法 我只讲 我这样给大家讲的 说几种 包括可能我说到的方法当中呢 肯定也有一些 是大家用到过的 可能呢 我说到的东西呢 可能也有一些 大家觉得是不完整的 可能还有其他的很多的方法 那首先我说第一种 那第一种的话呢 可能我们就是通过 比如说一个动态的一个源 比如说PHP或者是Java 或者是Delete等等 一系列的语言 我们是通过前端呢 去获取一些数据 比如说和前后台这样一种交互 那实现把数据给提取到 前端来进行展示 还有一种方法呢 可能是我们通过一个服务端 提供某一套接口 那么前端呢通过JS 这种方式呢 我们进行一个调用 来展示到前台 这个地方呢 我暂且说这两种 当然肯定方法 也不一定只有这两种 那说到这儿 我们就要说 我们在前端开发的过程中 比如说这个页面 做一个静态的页面 我们这个前端的话 我们所有的前端开发人员 可能他都能实现这些东西 那可能我们在 他们在自己写的过程当中呢 他能写出这些东西 那我们真正的在开发过程当中 我们肯定 希望就前端用户 前端开发者呢 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 把我们的后端的数据给 展示在上面 那么这种情况下 那可能就说 那我们后端人员 要给我我们前端提供相应的 这样一些接口 对不对 我们是拿接口来讲 提供这么多的接口 那提供接口 你不可能说 每一个模块这么多的东西 可能就说 要一个用户 后端给他提供一个接口 那这种情况下 可能我们后端人员 来不及做这样一个开发 那这种情况下 我们前端用户 他就无法实现一个动态的 这样一个加载的效果 可能他就是一个 纯粹的是一个静态页面 然后呢 里边把他的所有的 那个样式啊 标签啊 这些全部都写好 实现像这样的 我们目前看的这样 这样一个页面 那我们这个页面的话呢 目前也是一个静态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希望有一种方式 能够实现我们前端和后端的 这样一个 就是我们在前端脱离于后端 让真正的做到前端的 开发者开发的一个先行 那这是我们这一个案例 我们所描述的这样一个 就实际的一个场景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我们接下来我们要学习的 整个课程所包含的 这样一个内容 这就是我们的整个一个 Moco.js的一个课程的 一个基本的一个介绍 那这个课程的话呢 包含如下五个大的 五个大的块 那首先我们在学习 一个新的课程之前 我先给大家呢 介绍一下 就是我平常在学习 新的技术的时候呢 一个学习方案的一个介绍 那我一般的话呢 我会去阅读 它的官方的一个API 除了阅读官方的API以外呢 可能我会在一定程度上 去查阅一些百度 或者是一些 或者一些博客里边 一些资料 那可能我们在学习 一些新的技术 它可能在前期阶段 它并没有 就是中文版的 可能在一定程度上 我们要去读一读 它的官方的一个文档 可能很多技术呢 可能是一些 就是纯英文的 它没有那个中文的 所以但是我们学MocoGS呢 很值得高兴的一点呢 它是中文版的 所以这一点还是比较好 第二个的话呢 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我们要多去实践 多去练习 我们在编学的时候呢 我们要去尝试着 去写一些 它里边所涉及到一些知识点 我们去验证一下 它是否正确 我们在验证的过程当中呢 也是不断的 这样一个学习和积累的 这样一个过程 那么第三个的话 就是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要去思考 这些东西 除了这样做以外 我们还有没有 其他的一些比较好的方法 来去实现它 同时呢 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要把我们所学上的东西呢 去做一些 使用性的一些demo啊 或者去写一些 就是可以用到实际当中的一些例子 一些 就是一些可以 我们去封装一下呀 或者等等 我们要做到学以致用 因为在很多东西呢 它是在使用的过程当中 我们才会发现它的优点和缺点 以及如何去改进 这就是我在学习一个简单的 一个就是一个课程 一个新的课程知识点呢 我给大家提出了这样一个 一个三个就是学习方案的这样一个介绍 那接下来呢 我就说一下我们课程里边 所涉及到的几个核心的知识点 那我们课程里边 首先会涉及到node.js 也会涉及到一个express 当然我们最核心的一个是moco.js 好 以后下边是项目时间和项目部署 那我们现在大概看一下我们的 load.js里边 load.js的话呢 我们的课程里边不会去详细的去讲解 load.js的 就是基本的这样一些原理啊 我会讲两个点 第一个是我们的环境的一个搭建 我们在linux上边和windows和windows上边 我们这两个环境里边的一个部署情况 是吧 我们怎么去部署 当然了 在整个过程当中的linux 我会详细的去讲解一下 因为在除linux以外的其他系统 我们安装的话 很多都是一键进行安装 所以非常的简单 所以我的重点会在linux上边 因为这上面的话 我会以原代码的方式进行编译 然后还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安装 然后的话呢 就是load.js里边非常核心的 这样一个集成化的一个主件 是一个npm 这个npm的话呢 它里边有很多的一些命令 我们在后续的课程当中会讲到 npm它是一个包管理器 这里边我们可以做很多的东西 这只是做一个简单的这样一个了解 我们会涉及到一些东西 但有兴趣的同学来可能在我们 我所介绍的这些课程 介绍的同时呢 可能会在做一个 就是一个预期啊 可能会提前去看一看啊 都是可以的 第二个的话呢 我们是在load.js的基础上 我们会学到一个另外一个 就是express的一个入门 入门的话呢 我会讲到四个点 第一个是还是 我们做软件开发的话呢 我们第一个首先 我们得把它安装起来 对不对 那么我们安装完了之后啊 就是一个我们会对它进行一个基本的一个框架的一个介绍 就是一个express 就是一个最简 难道我们要输出一个东西的话 我们啊 什么去实现它 以及这里边啊 它基本的一个框架 大概是什么样子的啊 然后呢 我们会带领大家去写一些简单的一些啊 是有钱入身的去写这个demo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了解一下这个基本框架啊 怎么我们去 就是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去了解这个框架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通过示例的方式 可能让大家更清晰的去了解 就是我们express 这样一个基本的一个使用情况 然后呢 接下来我会用到一个 superviso这样一个东西 这个也是一个就是model.js那边 其实它是一个一个组件 这个一个东西的话 它会 它是在我们服务器啊 修改 我们在代码修改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不需要重启服务 然后来去实现的一个东西 一个这样一个组件 我们后续也会讲到它 那么最核心的一个东西呢 就是我们的moco.js 我们moco.js的话呢 我首先呢 我会有一个moco.js的一个 就是我们moco.js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东西 我会有一个初步的一个介绍 刚才呢 我们在我刚才给大家讲讲解的这样一个 我们所展示的这样一个实例当中呢 就是我们刚才所看的这个实例当中 我也抛出了这样一个moco.js 我们为什么又要学习这个 以及它具体有什么样的作用 那具体的作用呢 我会在我们的开发的实践过程当中呢 我会一个月给大家讲 那么所以我们在实践的之前呢 我们肯定是要我们学习我们的moco.js的一些基础的语法 那基础的语法呢 这个基础的语法也是非常简单 我们的官网上面其实也有 就这个地方我们在学习这里边的话 我会重点来讲到三块 第一个是我们数据模板的一个定义 因为我们moco.js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桌面上面一下 我们是实现的是数据模拟 那既然是数据模拟的话 那肯定它是按我们指定的这样一个数据模板 来进行一个输出的 所以呢我们这个会讲解到数据模板的一个定义 那第二个的话呢 我会讲到就是moco.js 既然它是一个模拟数据 那它所有的数据可能就是随机产生的 所以呢我会讲到moco.js里边也是它最核心的 也是它独于无二的这样一个东西 也就是radom 就是一个随机 随机它里边有一些基础类型的 一些随机和一些特殊类型的 所以呢我这会讲到 在我们数据模拟的一个数据的类型 其实我们只需要掌握到这三点 我们就可以能够比较轻松的去应对我们 所想要的这样一个数据的这样一个模板 那么第四一块的话就是我们的实战 实战的话呢 我会以刚才我们所看到的这样一个例子 做一个分析与介绍 我们的介绍的话呢 我刚才也是给大家已经说过了 分析的话系统的介绍和分析 我在后续的时间的过程当中 我会一步一步的说 我来给大家一起分析 这里边具体 要涉及到怎么去分析这样一个 就是我们在代码的角度 我们如何去分析它 这个地方我还就不想讲 那么这里边的话 我会讲在了一个 就是我们做数据模拟的时候呢 可能我们也是既然有模板 有数据模板 模板它也是有 最后它要输出一个数据的格式 所以呢 这个地方我会给大家 就是我们聊一聊 就是说关于Jason的这样一个数据格式 还有呢 就是我们刚才说到 我刚才说的有两种 我说到的有两种表现的 就是数据加载的一个形式 第一个是就是通过 就是我们的动态语言 去进行一个数据的一个把定 第二个的话呢 是我们通过 就是我们服务器提供一个这样一个接口 我们去通过GIS 这样一个接口去实现里边的数 就是去加载里边的数据 所以我这个地方呢 可能就是要用到第二种 就是我们后端呢 通过一个API 就是我们服务输出这样一个数据 那我们实现一个绑定 那么这个地方 我们在调用过程当中呢 可能就是我们可能是跨域的 也可能是不跨域的 到时候呢 我会给大家说跨域的时候 怎么去实现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最核心的 就是我们有了这样一套数据接口 我们如何把数据给绑定到我们的那个 就是我们的前端 就是我们项目实践当中呢 我们会讲解的 然后呢最后一个就是我们 就是按我们的这个项目实践 我们所做出来的东西 我们如何去部署 我们在Windows和Linux上面去部署 那我们到时候呢 我们开发呢 还是以Linux为主 我们在Linux上面去做 然后呢我再教大家如何把 我们所有就是已经写好了代码 如何去部署到Windows上面 或者是Linux上面 这就是我们一个课程的这样一个 基本的一个课程的一个介绍 那后续的课程呢 也希望大家一起来学习 一起来探讨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下上呢 就到这儿为止 我们欢迎大家呢 就收看我们后续的课程 谢谢 再见